好 练习6他的演练的是那个分组 group by 上次也我们上一次 上一个单元里我们也知道 这个group by经常跟summarize 跟summarize是一起的 所以那主要主要因为 通常有我们在许多的 这个统计的工作里面 我们都是要根据里面的变相 做分组之后 然后才能统计出 我们想要看到的一些结果 好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他这个范例呢 是要根据 就是65岁以下的这些人士呢 他这里首先 他先有用mute 先制造一个新变相 叫做一个happiness category 姑且可以叫做是什么 快乐感高跟快乐感低的分组 我想我在这里一行一行的 来演练给大家看 我们就把它给copy到这 他这里这一个呢 他这个是主要是要做 那个把这个age max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 如果做到前面的演练的 这个65岁的资料集 他现在就只有八个变相 那现在再加一个变相 就是叫这个happiness category 然后我们直接来看 再加上这一个变相 happiness category 它这是一个 它里面的这个变相的数值 都是所谓的逻辑值 就是true或是false true就是代表说 它这一列的资料 是符合这个ahi 我想直接预览一下 会比较清楚 就是这个65max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最后这个新生出来的 这个新栏位 它如果是false的话 那么就代表说 前面这个ahi是比 是在74以下 那74分我们大概知道 前面算平均数跟中位数 我们知道74是中位数嘛 所以说 如果说我们要 想要看到 就是true的话 那么就得要去看 是不是排在后面的资料 才是true 然后看到这里 这里这个ahi total 是大于74的 好那它这后面 这个都就是true 那这个通常都是用来 你如果要去制造一个分类变相的时候 最常用的一种手法 好那接着就是要做分组 就是根据这个我们刚刚新造出来的这个 高快乐低快乐的分类 好去做一个 好就那么它这里的做做法是再把它存到一个新的就是资料物件 但是不过是有分组的 好同同样我们就是制作这个物把这个这个这个是有分组的物件 然后上次还还记得 好我们上次有提到 group by之前跟group by之后的资料的性质的差异 好现在可以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还没有group by分组之前 它的里面的内容就是只有各个变相的资料内容 好然后在这个下面就是这个经过group by之后的这个happy date 它除了有这些变相资料之外 它还加了一些叫做attribution的这些资讯 那这些资讯是用来就是有这些资讯的资料 那么就可以用就是像summarize这样的函数 去做那个更去做更进一步的处理 好那这里你们可以看到 它这边它这个呢是在做这个 它把它要在计算的一个新的资料 叫做data就是分组的 就是分组计算那个各组的中位数 就是把原来的总的总体的中位数切一半之后 高的跟低的再算一次中位数 好所以我们可以预期 我们可以看看先执行看它到底伸出了 什么样规模的资料 好会看到前面 它这边从这个data里面 从这个environmental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只有伸出两个资料 等于说只是一个向量 只要是 跟各位讲一下 那个r里面只要是有一个数值 所以数值可以是数字文字或是逻辑值 还都可以 只要是一个向量 这样的物件它就叫做向量 好那这样的向量物件 它可以直接在那个inline code里面输出 那当然也是可以直接在这里 好我们就直接做输出 好就会看到它输出就是已经就几乎像一个那个报告里面的表格了 对不对 好它这里就是第一栏 就是幸福感的高低分组 然后再来那个第二栏就是那个这两栏 它的那个幸福感分数的这个中位数 然后它这是分组之后 它是做忧郁的 我刚刚看有一点没有注意到 就是它这边median是再来给它做这个分组的 这个median的 就是分组的忧郁症量表的中位数值 所以那因为这个量表它的数值本来就比较小 所以就是它的数字就只有5跟10 大家可以看到比较快乐感比较没有那么高的人 它的这个忧郁量表的分数确实是比另外一组还来的高 好那现在呢 好那个又到了挑战时间了 就是请大家用Edge